本所同仁與五日執行巡邏勤務 在騎經區中座山路發現50歲的張姓男子 騎乘電動自行車加上抽煙又行車不穩 攔查時發現張男身上散發酒味 準備要對他進行酒測 張男一聽要吹氣酒測當場表明據測 認為已經配合警方攔查了 員警仍不放過他 再聽到員警說明攔查理由 是由於行車中抽煙瞬間跳針地說 我有抽煙出去被車撞死 讓員警大嘆真的是喝到神智不清了 因張男在最近十年內已經有六次酒駕記錄 加上這一次已經是第七次了 由於張男已經達到泥醉不能安全駕駛情形 員警是以觀察記錄居不合格 且張男多次以據策來規避公共危險行者 本所向高雄地檢署知檢察官深準核發 鑑定許可書 進行強制抽血檢驗 結果換算呼氣值達每公升0.66毫克 全案依公共危險 移送法辦 警方在此呼籲酒駕車行為害人害警 不僅將客人及其他用路人置於高風險環境 不要以為據策就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一旦肇事更需面對法律相關責任 付出的代價及後果更令人遺憾終身 請問